翻译 语翻译 involvingителейultan 第1 Va 作诗回音团 第1 Va 音乐 我们大家先请合掌 南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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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為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此,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法師大家彌陀佛,看課本二十四頁講到這裡。 講到在佛法中,緣起是最普遍的法則,不是講到這裡,講錯了,講到三十三頁嘛,聖典結己不派分法,那個是在其他地方講的,太多了,亂掉了。 好,三十三頁,聖典結己跟不派分法。 那麼這裡說到佛滅後,兩個主要的問題。 一個就是佛的色身,成為舍利塔的一個崇拜。 一個就是佛的法身,結己經典,變成輾轉流傳的佛法。 好,那麼這裡說到,他說,以舍利塔象徵佛寶,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講到這裡。 然後禮拜,甚至是唱歌跳舞來供養他,看起來很正常,其實這個是婆羅門的思想。 在佛陀時代,即使是比丘,比丘尼,即使是佛,他也不用,他也不是香花歌舞供養的。 他基本上就是世事供養,為了修道。 但是佛已經不在了,有一個舍利塔的佛的形象。 那一般來說,舍利塔的形象,主要是在讓人意念佛陀的功德。 通常我們意念佛陀的功德,佛陀實在沒有佛像。 沒有,那麼是從佛的名號。 然後,這個意念,像佛陀在要錄念法之前跟阿難講。 因為阿難問,佛陀不在了,那麼以後我們要以誰為師? 那麼我們要怎麼辦? 他說佛弟子應該念佛生時,那麼念佛轉法輪時,念佛轉法輪時。 要這樣意念,那其實就是念佛的功德。 那念佛生時,功德如是。 念佛成道時,神力如是。 念佛轉法輪時,度人如是。 念佛涅磐時,以法如是。 那麼其實你要想一下佛的一生帶給你什麼啟示。 佛的一生,他就是一個修行的典範。 那佛在成道的時候,那麼明明白白白的告訴你。 此事道我已修。此事滅我已正。此事己我已斷。此事苦我已知。 他就是一個修行的典範。 那麼我們學佛就是依著佛。 他是怎麼修的,我們跟他怎麼修。 所以他怎麼成就,我們就跟他怎麼成就。 這個就是學佛最初的意義。 這個就是歸佛、親近佛。 向佛學習。 那麼聞佛說法。 如說修行,得佛成就。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的。 那麼後來就開始。 像這個婆羅門基本上他是以崇拜天神為主的。 那麼這個天神的力量很大。 那麼可以操縱人的幸福苦樂。 所以通常是大家去崇拜他的。 然後讓他希望得到他的庇護。 但是佛陀不是這樣。 在《大莊嚴經》裡面有一個故事。 他說有一個婆羅門。 那麼看到一個居師。 在鼎裡這個佛塔。 鼎裡佛塔。 那麼這個婆羅門就問這個居師。 你鼎裡那個佛塔做什麼? 那個佛塔。 你聽。 那個佛塔。 鼎裡佛塔有什麼宿舍有什麼功德。 那麼。 基本上他說那麼。 應該你要鼎裡要鼎裡那個天神。 天神有很大的威得力。 你知道那個天神的力量有多大嗎? 那個阿修羅城。 城有多高。 裡面阿修羅有多少重。 每一個人都很厲害。 但是這個師婆神。 這個匹斯努。 那麼有他的神通力。 他可以把這整個城的人都消滅掉。 厲不厲害。 你如果要鼎裡。 要歸意。 要恭敬。 要恭敬這種有威得力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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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居士就說。 那個。 這樣是傷害眾生。 這樣是造惡業。 你傷害了這些眾生造惡業。 那麼。 這種。 佛是不會這樣做的。 佛是一個大慈悲的人。 他是不會這樣做的。 那麼。 我們要恭敬的。 要學習的。 要鼎裡的就是。 那麼。 憐憫一切眾生的人。 而不是。 讓一切眾生害怕的人。 不是這樣子的。 那麼。 這個。 觀念。 基本上就是說。 他是意念佛的功德。 他知道佛之所以值得我們恭敬。 崇拜。 學習。 那是因為佛具有大慈悲。 大智慧。 那。 而不是擁有絕對摧毀的力量。 擁有絕對控制的力量。 操縱的力量。 不是這樣。 佛他就是教導。 那麼。 後來我們拜佛。 拜舍利塔。 還是拜菩薩的觀念。 其實跟婆羅門一樣。 就是因為。 他可以給我祀福。 把福報賜給我。 把他修行的福報賜給我。 可以把我的罪業免掉。 赦免我的罪。 讓我不受苦。 這個是天神的概念。 這個不是佛陀的概念。 可是我們現在。 老實說。 我們現在拜佛。 誦經。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婆羅門有三大綱領。 三大綱領是什麼。 廢頭天啟。 婆羅門至上。 既是萬人。 這是婆羅門的三根鋼骨結構。 構建成一個婆羅門。 婆羅門的這個思想。 那麼其實。 我一直覺得。 婆羅門就要在台灣復興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學的好像是佛法。 其實裡面用的都是什麼。 婆羅門的建材。 鋼骨結構。 婆羅門至上。 那麼廢頭天啟。 廢頭天啟就是。 廢頭經是神的啟示。 具有絕對的權威。 廢頭怎麼講就是真理。 而且這個真理。 有絕對的權威。 而且有絕對的力。 但凡禮禁他。 恭敬他。 供養他。 你就會獲得那一股力量。 那麼由誰來送廢頭經力量最大呢? 婆羅門。 因為他是犯的口化身的。 具有高貴的血統。 跟神最接近。 所以由婆羅門來送廢頭經力量最大。 廢頭經本身有力量。 他這個力量來自於神。 來自於這個犯天神。 來自於這些神。 很多神。 那麼神。 神有絕對的力量。 所以這個廢頭經就有絕對的力量。 那麼婆羅門是高貴的種性。 所以他來送廢頭經的時候。 可以發揮接收這種力量。 那麼你請婆羅門送經。 他就可以把這種力量轉送給你。 像不像我們現在。 在在在在誦經。 在念佛。 然後希望佛夫夫把他的功德轉送給我們。 一樣。 其實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佛法不是這樣。 佛法是佛陀。 佛陀不是神。 祂是修行而成佛的。 祂不是天生就是神。 祂也不是神的兒子。 祂也不是神的死者。 祂就是人。 祂是以人成佛的。 佛陀不會告訴你 你禮拜我 恭敬我 我就給你力量 我就示你福報 消你罪業 佛陀會告訴你 你需要什麼福報 你需要怎麼修 你要消什麼罪業 你需要懺悔 哪要怎麼修 修身 修戒 修心 修慧 你要怎麼修 你才可以檢除 跟醫生一樣 所以大醫王 你這個是什麼病 你這個病是怎麼造成的 你現在要禁止吃什麼 要多吃什麼 你要可以治這個病 你要吃什麼藥 它是一個引導 叫做導師 我們後來的佛法變成是婆羅門教的概念 就是禮拜 然後稱宋佛名 然後佛就會把功德給我們 我們念經 拜佛 持眾 都是要打開那股通道 要打 要開啟那個頻率 好接收佛示給我們的能量 不是這樣子的 所有的功德都不是從外而來的 而是什麼 從內湧出的 這個法華經叫做 七寶如來 從地湧出 七寶佛塔 七寶佛塔 是具有佛法的這些種種殊聖功德 都不是佛菩薩示給你的 都是你內在悟得的 從地湧出的 所以阿羅漢在修行之後得解脫 都會講一句話 不由他悟 不是因為誰我開悟 而是我 不是誰的力量讓我開悟 而是誰啟發了我 讓我由內在了解到這些道理 他都是由內而出的 不是由外而入的 這個我們預先要知道 功德是從心 不是從外在的一切的作用 不是的 那你的心有沒有智慧 這個才是功德的泉源 了解到 你之前所不了解的 你前所迷惑的 現在不迷惑 你以前顛倒的 現在不顛倒 你以前煩惱的 現在不煩惱 這個才是誦經的本意 這個才是念佛的意義 如果你沒有這樣 你一天天祈求 你生病的時候 觀音菩薩示給你乾露水 要死的時候 阿彌陀佛來接你 你就天天想這些事 你都不曉得 你到底 我到底是什麼 生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痛苦到底是怎麼來 生命的緣起你不知道 身心的緣起你不知道 你只知道求 求而再求 求就會有求不得苦 求不到 求不到就會有怨政會苦 求到了又失去了就會有愛別離苦 那你一生都在苦當中 你甚至不曉得自己為什麼會受苦 那更不用講 你知道如何才可以不受苦 可是這個就是佛法的主要意義啊 好 那這裡說到 那麼 你看導師講 那麼你說用捨立塔象徵佛 那這個是可以理解 當然是 你對著那個捨立 開始鮮花水果供養 跟我們在拜祖先一樣 不是啊 不是這樣子的啊 那所以佛教開始有的類似素食宗教的祭祀 那這個在初期大盛流行過 你看法華經就這麼講 但是這些基本上是應該是這麼說 初期大盛面臨到一種什麼為 就是初期大盛那個時代 面臨到佛法開始衰敗 婆羅門教興盛 所以他開始希望吸引這些佛教 也採用了婆羅門教的做法 你看我們大概看現在就好了 現在不是這個媽祖台灣最盛行的嗎 那麼媽祖初選 那麼多人盛況空前 那麼如果希望大家來信佛 你是不是也弄個佛祖初選 那裝那個媽祖的教像 哇 大家感應得不得了 你是不是也給大家來裝佛祖的教像 那可是這兩個概念是不一樣的 道教本身就講神的屁物 可是佛不這麼講 可是佛不這麼講 但是你為了吸引眾生 你說那我信佛佛又不給我加持 那我不要 那你也給我裝個佛祖的教像 那那個佛祖初選嘛 那佛教嘛 那也給他裝嘛 那這個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以前道教的都有那個抽籤嘛 那至少讓我知道我現在該怎麼做 然後又不講話 那佛教就開始自個籤 也有擲筊也有抽籤 就是怎麼樣 適應世俗 可是這樣就把雖然適應了世俗 讓人家成功吸引人家來學佛 可是把佛法的核心怎麼樣抽掉了 佛法的核心不是講這個 也不是依這個的 可是慢慢慢慢久了啦 久了慢慢就變成一樣了 就變成一樣了 你看佛教發展到最後 本來是不講 你看前面講 普掛啦 念咒啦 那麼這一些看這個心象 這個都不符合佛法 可是後來慢慢也這樣 也這樣 那這個佛法 開始也有這個什麼 沾茶木輪 你看 開始有沾茶木輪 來沾茶你的 夜清不清淨 來沾茶你要修什麼法 開始有這一種啦 可是這個很明顯的不是佛法 那佛陀已經明白講 你不可能持一句咒 兩句咒 十句咒 百句咒 就可以滅罪 可是後來 這個是婆羅門的思想 後來慢慢慢慢也流行 這個是什麼咒 這個是什麼咒 從觀音菩薩的心流露出來的 從阿彌陀佛的心流露出來的 他把所有的功德濃縮 濃縮在這個咒裡面 所以你念了這個咒 打開了阿彌陀佛的頻道 打開了觀音菩薩的頻道 你就接收阿彌陀佛的能量 觀音菩薩的功德 就變成這樣 這個不是佛法 我再強調一次 這個不是佛法 可是我們可以這麼說 台灣的佛教徒 在家出家都一樣 百分之九十 深信不疑 是啊 你好好想 這個是婆羅門說的 我們剛才講那個大聖專元經錄裡面 第一章就講這個 他說 那你們的那個佛 又沒有神咒 可以催滅一切能力的神咒 那不叫做大仙 那大仙是很有能力的人 他說 佛的能力不在於缺毀一切 而是幫助一些眾生 提升 不是用他的能力 不是 他是用他的智慧引導 所以佛要度眾生 必得要說法 以說法來引導眾生 因為佛陀就是依法成佛的 他看到了這個真理 他是隨順這個真理 隨順這個法 他就好像 他知道這個水流到哪裡去 所以他順著水流坐在船上 是流到那個地方去 他沒有辦法改變水流的結構 他只是順著水流 他順著 順著水流 那麼去到一個他想去的地方 他順著緣啟法則 他深刻的了解緣啟法則 所以他逆生死流而得解脫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佛陀解脫了之後 來告訴我們 他是怎麼得解脫的 你要怎麼樣才能得解脫 你現在是存在什麼樣的狀態 為什麼 那麼你必須要有什麼改變 那麼你才可以解脫現在這樣的苦境 而不是來 你禮拜我 你稱戀我 你供養我 我就給你幸福 不是這樣 這個是神 神話 佛陀 佛法不是這樣 佛法跟神話要分開 可是我們現在的佛法裡面 充滿了神話 而且是無益無利的神話 對世間來講 他當然有一點點什麼 有一點點利益 現實安心嗎 那所以你看 所以他說佛教開始有類似 世俗宗教的這樣的祭祀 這個時候還沒有佛像 佛陀滅後其實還沒有佛像 佛像是要到這個 這個後期才有 大概在西元一世紀初以前吧 那麼 開始才從建陀羅發展 希臘 明蘭陀王那個時候 那麼 前後開始有 那麼 印度的話大概是摩托羅 在德里附近 這個應該後面會講到 好 那麼 世尊 你看導師就講 世尊在世的時候 飲食以外 是不受這類供養的 基本上就是世事供養而已 飲食衣服 那衣服他穿在身上 大概就穿很久了 除非穿到破 或被人家拿走 失衣 飄衣 奪衣 被人家搶走 破掉了 被蟲咬掉了 被水流掉了 被人偷掉了 沒有衣 所以他在接受衣供養 那世尊的衣是沒有人敢拿的 但是比丘比丘你的衣 有可能就被拿走了 所以才叫你三衣不離身 三衣不離身 不是說這個衣有什麼神聖性 不是啊 我們現在衣變成有神聖性 不是這個衣有什麼神聖性 而是你沒有的衣 你要不就是裸體 要不就是穿世界人的衣服 要不就是穿外道的衣服 所以你沒有衣什麼事都做不了啊 你也不能去脫波啊 你不能穿外道的衣服去脫波啊 你也不能穿在家的衣服去脫波啊 你更不可能裸體去脫波啊 那你又不能不吃飯 所以沒有衣很麻煩 而那個時候的衣跟天下的衣不一樣 那個時候的衣是很珍貴的 所以你出家自己要自備三衣波啊 不然不能出家啊 所以菩薩界裡面才會有一條啊 你一個在家菩薩家裡面要準備一套 好讓有人要出家的時候 可以隨時供養 一方面意念在家不是就近 一方面準備好的 如果有人要出家沒有衣波 他就出不了家 他才有這條戒的 那那個時候的衣是很珍貴的 所以才告訴你 三衣不能離身 那後來我們的三衣不能離身就變成 我們也就是衣了 可是規定三衣不能離身之後 要做一個衣被再包起來 再隨身帶著 不是啊 我們現在穿的就是衣啊 那我們都不曉得這個戒是怎麼來的 比那也因緣所顯 你持戒你要知道 治這個戒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要治這條戒 它就兩個原因而已嘛 一個要成就什麼 一個要煩泛什麼 煩泛什麼過失 成就什麼功德 就這兩部分而已啦 真的啦 那你一定要知道 我持這條戒可以煩泛什麼過患 可以成就什麼殊勝 就成就什麼功德啦 就它有作用 它不是像外道一樣 它是一個禁忌 也不像它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說我們都已經穿了衣 我就以前我也去建立道場住過 我也住過 平常我們穿長衫 我們穿長衫 然後還要多一件海青 海青也不是衣啊 但是中國 我叫它基本上多一件海青嘛 那有的沒有 有的沒有海青 那就長衫 然後直接搭 直接搭七衣 如果比較盛大 還要搭一件九衣 那五衣呢 五衣基本上是不穿的 那九衣 那通常上早晚課的時候 就是長衫 或者海青 然後搭一件什麼 搭一件九衣 或者七衣 然後其他兩件呢 要怎麼辦 做一個衣袋 還有一個波袋喔 因為波隨時沒有拿什麼 衣波不能離身啊 那晚上 往課的時候 早課的時候都很早啊 那個時候天還沒亮啊 所以一定要帶 哪一個衣袋背著 就是你身上穿著一件衣 還要背著兩件衣 然後隨時不能離身喔 那你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單單指示 這個戒你不瞭解佛陀自戒的原因 你不瞭解佛陀說法的原因 你不瞭解佛滅之後見舍利塔的原因 就是說你不瞭解佛法之所以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 他要煩泛什麼 他要成就什麼你不知道 那你就會怎麼樣 你就會顛倒 就會迷信 真的 後來就變成迷信了 如果再講一個 比如說戒律大堂裡面 那麼持戒是好事 但是你要了解 我認為持戒是好事 而且要持戒 但是你持的是什麼戒 是佛法的戒 還是外道的戒 修行是好事 但是你的修行 誦經修行 誦經也是好事 念佛也是好事 但是你的宋經念佛是佛教的宋經念佛 還是婆羅門的宋經念佛 你到底是渠壇沙門 還是外道沙門 還是婆羅門 這有三門 但是不一樣 但是我們看起來都是渠壇沙門的地址 實際上修的都是婆羅門 那麼持的都是外道沙門 這個是我發現真的是這樣子 我剛才來講 比如講一個例子 比如說 慈戒要守壽 要守壽嗎 我常常舉這個例子 比如說要守壽 那要守壽 你要知道為什麼 當時要制定守壽 就是守壽的意思是人家親手拿給你 這個叫守壽 壽語給人家親手拿給你 那為什麼脫波或是供養要人家親手拿給你 因為人家沒有親手拿給你 你自己拿的 可能會誤會 比如說這裡有蘋果跟芭樂 人家說師父 我這個東西供養你 結果因為你不喜歡吃芭樂 你喜歡吃蘋果 你就拿蘋果 可是人家那個蘋果是要給他媽媽吃的 你給人家拿走了 好 那人家說師父 我這一個蘋果供養你 那你願意有一蘭 你給人家拿了半蘭 人家只要給你一個 你給人家拿五個 所以這個姻緣就 或是給人家拿了兩個 或是人家給你那個小的 你給人家拿那個大的 這樣誤會就來了 所以人家就覺得 哎呀 這個佛陀的弟子都很貪心 我都沒有要給他 他都給我拿那個好的 所以開始就有積險 那積險就不好 你就去跟佛陀講 佛陀就說以後要人家親手拿給你 就沒有這個過壞了 人家親手 師父我這個給你 這個是你給我的 不是我自己想的 不是我自己親後想 你跟我那麼好 哎呀 那個我要這個 就直接拿走了 有些是親後想 你知道嗎 你親後想 人家不跟你親後想 我又跟你沒那麼好 所以問題就來了 所以後來就有手送 必須人家親手拿給你 才是人家要供養你的 那你的飲食 衣服 握去醫藥都是這樣 必須人家親手拿給你 後來吃飯啊 我們現在都自己煮嘛 內煮嘛 以前不行 以前就是脫波的 以前 以前寺院裡面沒有什麼 只有療房跟講堂 也沒有大殿 只有療房跟講堂 然後有浴室 有洗澡的地方 沒有廚房 沒有 那都是去脫波的 你要不去外面脫波 要不人家來裡面供養 就這樣而已 那所以你一定是要接受別人的 那這個牽著人家拿給你 那現在我們都自己煮啦 要持戒啊 怎麼辦 找一個居士來啊 然後摸著桌子說 給你給你 瘦瘦瘦都給你們吃 這樣叫做持戒 你想想 這個是 你要了解我們到底在持什麼戒 你這樣有什麼意義 你告訴我 就標榜你有持戒是這樣嗎 那你特別來找一個居士來 然後告訴你 告訴你說 這個 師父 這一些我全部供養你 就瘦瘦瘦嘛 要講瘦嘛 這些我全部供養你 還要摸著桌子 我摸著桌子就不行喔 就表示我接收了 我接收了 那我問你 佛說法有意有利 這有什麼利 有什麼意義 不過就是讓你安心 哎 佛有自這條戒 那我沒有犯戒 好 再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很常見的啦 這個三十天洗一次澡嘛 半月半月洗嘛 不是三十天十五天 那他們一個月十五天 那七天好了 那麼七天洗一次澡 半月半月洗嘛 那你現在一天水不多 以前一天都到河裡面洗比較多 那河裡面洗要等晚上 那其實佛陀實在也有浴室的 也有 有些也有浴室的 但有些就沒有 那半月半月洗 可是你為了洗澡你就要隨便拿個哨子去 風時 雨時 熱時 我有工作 我有流汗 有沒有流汗不重要 這至少要做個樣子 那你這個摸個桌子也是做個樣子 我告訴你 佛法最不講做樣子的 佛陀從不要求你 至少做個樣子 沒有 佛陀從來不這麼說 實際上要如實 要表理如一 那現在我們不管是持戒 誦經 念佛 都是 有些都是做個樣子而已 那意義不大 真的 因為我們現在佛教 真的 我們修行要有成就 一定要去掉這個東西 裝模作樣 這是第一個要去掉的 修行人 那你不能只是做樣子給人看 那對佛陀好交代 那這樣沒意義 我告訴你 真的 這樣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第一個就是裝模作樣 第二個就是裝神弄鬼 怎麼樣裝神弄鬼呢 就是上面念個座 遼個靈 怎麼樣 那諸神來 諸佛菩薩來 諸鬼神來超度 裝神弄鬼 所以現在的 現在你要不裝模作樣 又不裝神弄鬼 都很少 那這兩個一定要改啦 真的啦 那你真的要修行 你不修行就算了啦 你就繼續裝吧 那你真的要修行 你這兩個決定要給它改掉 你不是這一生而已 你下一生還繼續 如是陰 如是緣 那麼這個真的是 我們看到的時候都會覺得 哎呀 佛法怎麼會這樣 這個還是佛法嗎 都會有這種 就是會有這種感覺啦 那以前我們也不知道啊 老實講 真的還沒有人告訴我們 我算是很大膽敢直接講 那麼以前真的有些人應該也知道 但是沒有人敢這麼說 就是不敢說 總覺得 那麼有一些 因為它基本上就有一些你必須要破壞 那這個其實也不是破壞 就是浮屠師大 浮屠師大直接說 婆羅門這樣修其實是不能成就 不能夠念零修宗 兩修宗 百修宗 千修宗 就能滅苦 你不能夠在恒惡中祈禱 那麼天人就給你赐福 佛法也是直接講 其實這樣的方法沒有道理 也實際上不能獲得利益 你正要修行 你正要獲得利益 我告訴你要怎麼做 那我們的佛法其實原來不是這樣 那後來慢慢 所以佛教思想史你看就知道 你如果看到最後一章 我們不知道講的到講不到不知道 但是你們可以自己看就知道 秘密大聖佛法你就知道 佛教以前婆羅門化 但是我們習慣了 我們習慣都這樣修 所以這樣就會 法就會越來越淡保 沒有法的概念 只有佛跟菩薩也沒有神 就是佛跟菩薩的概念 那你憑你的精進 憑你的虔誠 憑你的專注 獲得佛菩薩的青睞 那麼他給你加持 那你獲得佛菩薩的功德 殊勝利益就這樣 完全是佛羅門法 所以這個 你真的要學佛 真的要修行 你要好好思維這些道理 我們往底下看 所以他說世尊在世的時候 除了飲食之外 是不接受這類供養 就是你看出家人 他基本上是離獄的 那麼離哪兒獄 離五獄色身相會出 他要不要求 吃一定要吃 因為不吃 不能讓這個身體相敘 所以你要佛法裡面兩個 第一個你要照顧你的色身 第二個你要照顧你的法身 但是如果你為了你的色身 會傷害你的法身 那就是不對的 但是你為了你的法身 你必須要照顧你的色身 所以有命難犯會難 你雖然休閒要 要不畏艱難 要不惜犧牲生命 但是你在法身沒有成就以前 你的色身要照顧 所以有命難犯 建律裡面也有規定 這個地方危險 生命會有危險 你不能去 去了你犯建 那麼你在這個地方 蓋經色 蓋療房 在那邊住 那麼如果經色的人沒有來 就是說 生團的人沒有來看過 這個地方有命難 就是有可能讓你喪失心命 深山裡面有老虎 有毒蛇 或是有盜賊 你不能住 要不然你犯建 他是為了保護你命難 還有犯恨難 你不能親近的持健 那麼這個也不行 那麼所以你必須要怎麼樣 必須要好好保護你這個色神 那你不能不吃飯 你可以吃少一點 夠吃就好 那你不用貪佐好吃不好吃 營養不營養 健康不健康 但是現在以前的 再怎麼樣都不會不健康到哪裡 那現在要注意一下 營養健康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美味不美味就不用太在意 但是營養健康 但是也不要專門去注重那個營養健康 稍微就好 你不要說水一定要幾度以內的 東西一定要有機的 一定是要沒農藥什麼 那你就不用吃了 現在沒有辦法找到那個 那你專門 在這個地方 你的法身你就不容易成長 因為你很艱難 所以大概大概 這個是佛法的 佛法本來就是 飲食只是讓你可以好修行的 只是這樣而已 但是你也不能學外道斷食都不吃 佛陀說這個也不對 所以中道不苦不樂 那麼不要像在家人一樣 對飲食追求 追求這個色香味俱全 營養健康美味 不是 也不要像那些外道苦行者一樣 都不食人見煙火也不要 你就是正常就好 這個是一個中道的概念 那佛陀時代他做供養也是這樣 那現在已經入涅槃了 怎麼還要這樣供養呢 我們不但是供養佛 供養菩薩 供養祖先 供養諸天 可多啦 真的可多啦 那麼 所以 難怪有人要說 世尊貪欲稱惠於此以此 用世塔唯 用這個 你還唱歌跳舞去供養佛 甚至有的更離譜 甚至有的更離譜 跳舞做布袋戲做歌仔戲去供養 那這個真的是 但是這個就是世俗 世俗拜神的概念 那你都用拜神的概念來拜佛 用念天的概念來念佛 用送廢頭經的概念來送佛法佛經 那這種都是不對的 好 所以 這是你看喔 導師講的喔 這是不合法的 不如法 但是為了 所以大聖佛法重方便 到了祕密佛法 那就更方便了 那完全是婆羅門教的 真的 那祕密教80%是婆羅門教 初期大聖大概有40% 後期大聖大概有60% 我看 我大概大概說啦 就是這樣來看 那就是為了吸引這一些 因為印度時代 除了佛教就是婆羅門教比較多 那麼還有外道 為了射受這些人 所以 加一點他們喜歡的元素 就是這樣啊 你好像說你要賣給這個地區的人 這個地方吃糖 就加一點糖 糖加多一點 這個地方的人喜歡吃酸 酸加多一點 先不管那個糖 甜跟酸對身體好不好 那不管 我覺得他們喜歡 先把他們吸引過來再說 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所以 滿足一般信眾的要求 引發信眾的信心 所以通俗化 那麼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通俗的 所以通俗化才能普及化 那為了普及化 就變成世俗化 就越來越庸俗 越來越庸俗 所以 你看 要怎麼樣 要吸引眾生 要唱歌 要跳舞 要年輕 要展現活力 你看 後來就變成這樣 用唱歌 用跳舞 用藝術 用茶 用什麼 反正一大堆 這可多 要吸引不同的眾生 所以 佛法變成要怎麼樣 多角經營 佛法已經失去他的 他的單純化 他開始世俗化 藝術化 哲學化 往每一個地方去 就是不往涅槃去 成就每一種功德 就是沒有成就解脫的功德 你想想 你好好想就知道了 真的 你要了解到這個 所以現在 現在的方便 現在佛法已經淹沒在世俗的方便當中 而失去了他的核心跟精神 佛法快被方便法淹死了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還樂在其中 真的 誰的責任 出家人的責任 出家人的責任 一群不懂的人 帶著一大群完全不懂的人 叫做一忙贏重忙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要了解出家人 跟在家有什麼不同 出家肩負著弘法立身的重責大任 弘法立身住持正法 就是仰賴出家人 可是出家人都不曉得什麼是正法 那不曉得什麼是正法 他也很熱心去弘法 他不弘法 佛法還好一點 他影響力又大 弘的又不是正法 那糟糕了 他走到哪裡 他走到哪裡 正法就摧殘到哪裡 一物有情 禍亂眾生 毀謗佛陀傷害佛教 真的 你還好想 我們不要做這種人 以為是在弘揚佛法 那麼搞得跟世俗一樣 唱歌跳舞 那麼說都是方便 那已經不是方便 那是太隨便了 所以一般早期的祖師就講 方便出什麼 出下流 越來越下 跟世俗一樣 那有什麼 那你都跟我一樣 我唱歌你也唱歌 我跳舞你也跳舞 你只是改了歌詞 用佛法的還不是一樣 那我為什麼要恭敬你 我為什麼要供養你 你有什麼值得我好 你有什麼值得我好學習的 你告訴我 你還不是跟我一樣 這個雜喊裡面有 雜喊裡面有這部經 所以我們 我們來看 他現在講 他說這個是不合法 但是 為了世俗 通習 以及普及化 佛教界一致的建塔供養 建塔是可以的 因爲什麼 讓人意念佛陀 這個建塔不是佛陀發明的 是印度的習俗裡面 對一些有修行的人 那麼值得尊敬的人 那麼建塔供養 紀念他 表彰他的精神 懷念他對這個社會 跟對國家 對這個民主的貢獻 那中國也有 但是中國不是建塔 它是建什麼 建池塔 比如說正成功的 台南有正成功的嘛 祠堂 建祠堂 給他建一個廟 建一個祠堂 侍奉他 那麼重點是在表彰他的精神 讓大家學習 也學習他這樣 重點是這樣 那後來 原來 這個是印度本來原有的文化 像佛陀遇見大家社在哪裡 在七子塔 他們本來就有塔的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建築 一個概念 所以 捨立佛 目見蓮也祈塔供養 佛陀也交代 給他們祈塔供養 讓大家知道 曾經有過這麼一位 修行 功德殊聖的出家人 那麼 好 以後意念起這個人 就知道要怎麼樣跟他學習 所以 佛陀也講 跟阿蘭講 那佛陀不再怎麼辦 你到佛的出身處 你到佛的轉法輪處 你到佛的成道處 它也是一種概念 它不一定是 它不一定是那個塔 那裡面不一定有塔 但是後來都有 阿育王在那些地方都建起那個 阿育王石柱 都有個紀念 紀念 所以我們有點像紀念碑一樣 他們是紀念塔 或是祠塔 像這種 念佛生死 或到佛的身處 所以有尋禮 尋禮 尋禮 到那個地方看一下 喔 當時佛是出生在這裡 那你就要想 念佛生死 到佛的身處 出生的地方 南平尼 那麼想要想什麼 佛出生在世間 功德如是 帶給世間 什麼樣的影響 這種影響 一直到現在 我們還受它的影響 這個都是念佛的功德 念佛的功德 念佛的功德主要是 念佛的名號 名號就有功德 如來是什麼 應貢是什麼 正片知識是什麼 它都有一個內涵在 那你了解了 那你了解了這些功德 你就是怎麼樣 知道你要從哪一個地方修行 你要具足些什麼 那念佛生死 功德如是 念佛成道時 神力如是 他是具足什麼樣的殊勝 什麼樣的力量 才能夠成道 那念佛轉法輪時 度人如是 那成道了之後 他就度法輪 顯示出他的大悲心 念佛成道 神力如是 神力如今 那佛醫院 你佛不在呢 沒關係 法在 佛即使在 也是為你說法而已 現在法流傳下來了 就等同佛在 committed 金剛經講的 此經所在就是 極為有佛 一样的道理 那你要了解到这个 你不只是今天拜佛 拜几拜 念佛念多少生 得到了多少功德 没有 不是这样 你要跟佛学习 佛修什么 你要修什么 佛是怎么修的 断烦恼 你要断烦恼 我有没有饱餐成吃 我有没有增加戒定会 我的承认心少了没有 我的嫉妒心少了没有 我的贪心有没有减少 我有没有越来越安定 那这个厂长要告诉自己的 所以 那么后来塔越建越多 越建越高大庄严 后来但凡盖寺院要先建塔 不过后来中国的塔跟南传 那么的塔不太一样 在南传 不管是斯里兰卡泰国 那么他们盖寺院 一定要先盖塔 那佛教里面后来北传的塔 变成是装饰用的 那么以前的塔 就是舍利塔 或是纪念塔 后来就变成不是 后来原来只是放圣地址 后来是所有的出家人都有塔 你看那个少林寺 那个就是祖师的纪念塔 每一代的住持都有一个塔 后来就变成在家出家都有塔 后来就变成 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都有塔 后来就变成即使是猫跟狗现在也有塔 就开始变这样了 塔的概念已经变成灵骨塔 就变成骨灰塔 这完全失去掉它的意义 这现在佛教徒还觉得 我死了要放在哪一个塔 要在哪一个寺院 随时有人来拜 有够于吃 你都要往生极乐世界 你还要住在哪一个塔 还要初一十五有人诵经 有人拜才有得吃 这是什么观念 这根本不是佛法的观念 可是佛教徒都这么想 还要放在地藏菩萨旁边 那你看这个是什么观念 你出家人也这样 地藏菩萨旁边的多少钱 离地藏菩萨比较远的比较便宜 都是这种观念 你看这怎么样能得解脱 这是佛法吗 当然不是 你们先下课好了